那我們大概差不多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跟大家做討論這樣子 其實剛剛蔡法官談了很多 不管是從最一開始要談這個 大家對思改的問題 不管你是不滿的 或你認為思改應該要怎麼改 那當然延續到討論到 現在這個思改國師會 或者說包含之前明天思改會在推動的這個 用審議民主的方式在做討論 廣泛來收集民間對於思改的意見 在這個階段我想最主要還是要回到各位 因為我們其實在現場 現場的大家可能有人是一樣有法律背景 有人不一定是法律背景 就像這個思改國師會議 不一定都是全部的法律人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我們大家就不妨 各自提出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很開放啊 不要說非得一定是說法律人的意見 或者非法律人的意見 只要大家有什麼問題或者是想法 包含對於剛剛的這個 蔡法官做一個比較概括性的 今天其實廣度非常夠 就是把整個這個思改再改什麼 一個比較概括性的一個介紹 一個輪廓讓大家知道這樣 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們我覺得我們先蒐集第一輪的意見 好不好 第一輪我們也許先蒐集三個意見 會有問題這樣子 有嗎 後面一位 還沒有 再來 好 好 請看 沒有嗎 好 好 後面 那我們先兩位好不好 我本來不想講話 因為我也是被改革的對象 但我是那個更該被改革的對象 就是媒體 但是就是剛聽了蔡法官講 然後有一些疑問也來問一下 就是說 剛剛蔡法官提到很多 就是說人民對法官也好 法院也好 司法體制的誤情是來自 比如說最高法院的見檢的約束 就是對法官造成很多拘束 或者是說還有提到官好制度 像這些 我知道在場有很多 葡营像我一樣就是 威叔到最後才表皮身份的人 其實都是法官 而且都是 就是一些年輕 當然比 我不知道蔡法官年紀多大 好 非法官沒有關係 我不想知道 三十一三十一 好 OK 那 那個 我28 絕對是騙人的 好 那個 就是有很多年輕的法官 然後我知道你們有一個 就是柔性的組織 叫做 法官改革司法連線 好 那再上很多其實都是 包括有一些什麼走掉的 那我不曉得 你們在面對這些 就是 不管是最高法院法律見解的拘束也好 或者是管考制度也好 呃 是 打算做一些 什麼反抗嗎 還是說 沒辦法 我們就是本人被循環 反省啊 沒有 我想當然現場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或者是說你們 現在已經在 就是有一些謀略 有一些做法 就是要去 不是那種立即的衝撞反抗 但是就是 打算慢慢的就是把那個 這個成 你們認為 那個比較最高恐龍 剛剛蔡法官講 把它顛覆掉 把它殺掉 然後自己去做那個年輕恐怕 不是 那個年輕的感覚者 就是這樣 施法的氣象 一心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的 手段 策略 或者是 呃 態度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問題 問題 問題好多 可是 因為我自己之前 我們都看過 所以 我再講一個就好 剛剛那個 就是 蔡法官提到 呃 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場誰支持 你是要把這個 自己的案件交給 一群主人 還是 職業法官 受過國家考試 就是通過國家考試 然後讀過一些法律 受過一些法律訓練的人 那我 我 我其實是故意舉手啦 好 就是想要一起注意這樣子 那沒想到我坐在最後面 就沒有人注意 我 我其實沒有一定要覺得說 陪審知識特別好 但是就是說 呃 我想了解 就是問蔡法官 也問在場的各位也好 呃 大家剛剛 很多舉手的是 認為說 我要把 我自己的命運 交給 職業法官來判 比較好 那我不曉得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蔡法官這個問題 做職業 問得不好 就是說這個問題是簡化的問題 很容易跟我們媒體一樣 就是說 去引導那個問題的走向 因為其實陪審制 他並不是說指示交給一群素人去審 他裡面有很重要的關鍵是法官 就是法官也是扮演角色 他會替陪審員 做陪審審前的指示 那這個審前指示就很重要 就是說 你解釋得清不清楚 嗯 我很看過那個 中研院那個 中央的前輩 國昌做的實證研究 2011年做的實證研究 他說 呃 美國的審前指示就有五種版本 那五種版本 的效果都不一樣 就是 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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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五種 五種 對 就是 呃 其實就是 如果從別人的角度 數人審判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一群好像很不知的閃子 對法律一無所知的人去 去用很情緒的方式去說 喔我贊成他有罪 我贊成他無罪 不是這麼簡單的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呃 其實 它還有別的意義嘛 如果賽法官從別的角度去問 也許這個答案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 職業法官 他從 呃 就是 很多人 我雖然在南非法官 或 講這麼 清算的說法 但是他畢竟是 從他自己的 就是比較非人民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情 那 呃 呃 黑省有一個好處 就是人民 法律人跟非法律人跟國民之間的 溝通 透過參與溝通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我說太多了 離我的問題太遠了 我的問題是說 呃 其實現在還有另外一種選項 叫參審制 那我不曉得 呃 如果這樣問的話 就是說 參審或陪審 你們會 贊成哪一種 還是贊成說 就不要改 就維持職業法官去 就是全部是職業法官來審 這樣子 這是我的第二個問題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那 我想我應該 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這樣 呃 謝謝 我只要 我只要講 我的問題是三個 但是三個的簡短的問題 呃 也給蔡法官 當然也歡迎 在場各位 不管是法律人 或非法律人 呃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 蔡法官 你覺得司法是什麼 或大家覺得你 欸 我們在講司法改革的司法 我們想的司法是什麼東西 這是 歡迎大家 第二個問題是 呃 如果 我們 不管這一切脈絡 就是 不管民間司改會 他做的活動 跟總統府 做的這些徵集 呃 蔡法官您身為 就是 您現在的這個工作經驗 就一個法官也 您也不用在乎這個 這個連線 可能連線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 就是您個人覺得 您 只要選一個議題的話 您覺得 呃 我可以把它拆開 第一個您覺得現在 呃 或是我這樣這樣問 您覺得立刻 應該要改的 在您工作範圍所知的 一個問題就好 您覺得最值得改革的是什麼 那 或許大家在場 各位也有一些想法 那第三個問題是 呃 這個 如果這一切可以重來 我們只有兩個選擇的話 是 繼續進行 這一個 司改國師會議 還是改天 好 就是為了讓大家比較容易 就是還是改天 就是換句話不要現在 因為要改的東西太多 那就改天嘛 要卸的東西太多 那就卸天嘛 所以 對 就是說 所以就我把它準備一下 第一個就是大家覺得 那個司法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您覺得 您個人覺得在工作上 第一最急迫 需要立刻改革 當然如果您說沒有的話 就是說 表示沒有 您覺得現在沒有 立刻急的要改的事情 就是 有一些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 可以怎樣喬一下 沒關係 但第三個就是 就是 也是 也是一個二成一 就是說現在或是晚一點 這樣 謝謝 雖然是我的主持人 可是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那個 POW POW裡面 有一個 有一點是說 鼓勵基層法官 呃 申請事先 這樣 那因為有 因為你是用問號 然後我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那所以現在的這個制度 是不鼓勵 呃 基層法官申請事先嗎 好 OK 呃 的 的 的各一個問題 是有共同點的 那就這個共同點 我來說 就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呃 首先 那個 那個 改革事法連線 確實是一個非常榮幸 非常松散 其實沒什麼組織性的一個 聯誼團體 就是 來幹嘛 來閒聊這樣子 那閒聊有什麼意義呢 集資管理 集資管理 那你說 這個是不是有一個 組織性的共識 或者說 我們就討論好 要一起做什麼事情 其實沒有耶 我們常常是說 有人 有一個發想 然後 提出來 然後呢 在這個群組裡面的人 可能覺得說 欸 不錯啊 提出一些補充的建議啊 或者有人說 欸不行了 或者你要注意什麼 就這樣子 然後 那 就 那就是 就好像有人提出企劃 挖了一個坑一樣 然後就會有人說 那誰要參加 誰要支援 那就跳進來這樣 有點像那個 就像這樣 有人挖洞啊 有人就跳進去這樣子 然後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並沒有說 呃 我們並沒有說 真的很堅強的說 共識要做什麼什麼這樣子 那所以有很多就是說 個人的想法 但是 有些是會得到其他人的聲援 那事實上也不見得 每個人的想法會一樣 啊 這個 然後 然後 關於說 呃 呃 我們先 我覺得 我們現在想可以做的事情 我個人的想法 然後也得到一些 夥伴的 呃 支持的想法 其實 就是像 鼓勵 技能法官申請事先 啊 鼓勵技能法官提出修法的建議 那 那你說我們現在最想做什麼事情 或立即可以做的事情 事實上我們 關於說 呃 性侵 案件 性侵害案件 這樣子的 呃 造成社會的不安 我們認為 很多的問題的根源是在法律 那我們也已經 把 刑法 性侵 妨害性自主 罪章的 相關條文的修正草案 我們把它伸出來 目前是在 找其他的學者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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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詢意見的階段 這是我們實際上就在做的事情 不是說我們 未來想做的 我們就在做這些事情 那 那像 我們也去 跟 司法院 去跟他們溝通 我們希望說 他們的網站 整個 整個架構整個翻新 我們提出非常非常多的建議 那 他們都接受了 他們在做 那只是說 這個也需要一些事情 你知道政府機關 他的那個 他的 要做什麼事情 他需要上個年度編列預算 雖然臨時你要做什麼事情 有點困難 所以 能做的先做 有些要編預算的 明年才看得到 所以 我們 監督 司法行政高層 但是 有些事情是需要他們去做的 我們也去 去跟他 建議 或者是遊說 那我們提出 那我們 覺得說 是法律的問題 造成大家的誤會 那就去修法 那 像剛才提到說 對 法官可以申請大法官解釋 是 就釋憲 可是目前的制度 算是可以 可是對法官來講 並不是很友善的事情 就是說 法官要去申請 把案子停止審判 然後申請釋憲 釋憲 是一個 非常的 損人力情的事情 會增加自己的工作 然後會讓你的案子 會停止 會結案 會增加 那 也不會有什麼福利 也不會有什麼福利 這樣子 你申請釋憲罐 過不過 也一樣就是把案子結掉 那 所以 我們是像 這部分 也許我們 因為我們畢竟都還是 平常我們工作都很忙碌 所以我們只能利用 想辦法再擠出一些 睡眠的時間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那不是我們想做 沒辦法一口氣去做到 像大法院審理案件法 俗稱大審法 我們想去修啊 那 再等一陣子吧 也許我們就把草案生出來 對不對 那 那草案生出來之後 看主管機關要不要推 主管機關不推 我們就看立法院 要不要幫我們推啊 就這樣子 這事實上 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還有就是說 如何的增加 提供更多的資訊給這個社會 事實上我們的夥伴當中 有的是用匿名的方式 在臉書上面發表意見 有的就是也在投書 在媒體 盡量就是提供一些意見 說不是說打筆帳 意氣用事啊 人家講這樣我們就要講不一樣 不是啦 就多提供一些 多提供一些資訊 在司法院他做的 與社會溝通還做得不夠好之前 我們自力救濟我們去增加 我們想辦法去增加 促進這個司法跟社會的溝通 關於陪審制跟殘審制 陪審制跟殘審制 這個問題真的很大 那法官改革司法連線 就這個部分的立場 基本上應該是會尊重立法者的意見 因為我們畢竟是執法者 我們如果認為說 一個法律已經很有問題 我們會想辦法去體驗去修改 但是就一個 一個整個審判制度的改變 事實上甚至會涉及到修憲的問題 那 這個部分又關係到很多的 優缺點利弊分析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我們還沒有辦法說 我們就是制止怎樣 但是我們會去提 配審制有什麼問題 我們會去提 參審制有什麼問題 我們會去當那個吹哨者 我們會去提醒大家說 你要這樣子做 你會付出什麼代價 大家考慮清楚就好 到時候反正不管是陪審是參審 我們是執法者 我們就去執行 對不起還有哪些問題 還是就這樣子 你認為的司法是什麼 司法是什麼 司法是什麼 可以分成狹義跟廣義 最狹義的大概就是審判 比審判大一點點 包括一些非送事件的審查 強制執行的業務的辦理 涉及到尾行 那個其實有點像行政 還有很多人心目中的司法 是包含警察那一塊 因為事實上刑制訴訟法裡面規定 司法警察 一般我們說的刑警有沒有 刑警 專門在辦刑案的那些警察刑警 在刑事訴訟法裡面 他們叫司法警察 警官就司法警察官這樣子 你說他是不是司法 從這個角度來講 他也是司法警察 對不對 那還有像鬱政 鬱政其實純粹是刑政的部分 可是大家你看 在司凱博士會也是把他拉進來討論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事情你切開來看就不清楚了 從一個犯罪嫌疑人 然後一個被告 他犯罪 然後被警察偵查 被檢察官起訴 到法院審判 然後又送回檢察官去執行 執行完之後 他如何復歸社會 那如果沒有復歸社會 還復歸社會之後 然後又犯罪 他這其實整個circle 這一個circle 所以關心司法 變成關心到 這個跟司法相關的行政流程 事實上還有很多 甚至社工的部分 在更生的部分 還有社會安全網 你如何讓這些人 他現在為什麼會犯罪 現在很多人覺得說 司法應該去了解 一個人為什麼會犯罪 那如何使他不會再犯罪 事實上這個都不是 傳統的審判司法可以負載的 他這個涉及到行政不免 是不是有提供足夠的心理 社工 甚至醫療方面的奧元 所以你說 我認識的司法是什麼 我能說廣義的 是跟審判有關的一切的業務 那狹義的審判 那基於我的工作經驗 或者是我的專長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也就是說 我比較了解 或接觸到審判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 很大問題是我的專長 所以就是知道說 大概有那些部分這樣 但是我想我們的民眾 對這部分的認知是 應該是比較採光益的啦 那這個蔡法官你認為 就是說如果我們先不談 今天談的這個 司改國事會議或者這些 剛剛那個 吳仲某老師也問說 這個你覺得最 從你個人自己的周邊 身邊你覺得 如果是你 你覺得最優先的是什麼 司改議題 最優先的 我覺得 最優先的應該是 司法院跟司法部門 司法部門跟社會的對話 這是最優先的 因為其實一般人 真的不是很關心司法啦 那會關心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通常就是新聞事件的時候 而新聞事件一出來 民眾是不是在第一時間 得到正確的資訊 那這部分也是馬上可以做的 司法院的那個 新聞稿提供的速度 跟呈現的方式 因為很多司法院的 目前法院的新聞稿出來 我們也覺得說 怎麼寫這樣 就是寫得太生硬 或者反應的速度不夠 不夠快 那跟那個 你就沒辦法達到一個 正確資訊去流通的一個效果 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只能講一個嗎 一個什麼 好 那就這樣 媽媽你現在才掉到水 需要先救水 那這個部分其實 我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 因為 因為在各法院擔任發言人的 寫新聞稿的 這些人 他大部分也沒有經過新聞學的訓練 他們還真的是不會 所以呢 給他們一點時間 然後他們現在 司法院也在拍一些課程 在 因為以前是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一直去跟他講說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那不是寫而已 而是你要會寫 你要寫出 大家容易吸收了解 然後簡單明瞭的 跟判決不一樣 判決寫的就是又錯又長 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 就是現在正在努力中的 我們當然對於目前的司法行政當局 也是抱著一些 還抱著一些期待 這樣子 那他們做得不好 我們也會隨時會出手 自理救濟這樣子 那不知道有沒有回答 回應到一些問題 那是不是我們再開放給我們所有的朋友 如果有後續要再繼續追問的 或者是說要追加你的一些評論也可以 你的意見也可以 這邊一位這邊一位這邊一位 好我們從後面把耐克風都過 你好 就是剛剛接續的就是蔡法官 還有就是 呃 先生提到的就是說 溝通上的問題 那因為我就有點想到說 最近Facebook有一個 那個粉絲專頁是那種 叫喵法官的那日常 那我覺得其實就這個部分來講 我覺得是 在溝通上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生活化很輕鬆 那也比較容易讓 呃 一般民眾可以去了解說 到底法院或是法官們 他們在做什麼 那他們的思考點是什麼樣的問題 那 其實蠻明顯 那個真的是屬於比較自發性的 一些 去成立的那個粉絲專頁 那不曉得說 目前 司法院這邊 就是有沒有聽到 司法院這邊有 針對類似想要 從這種管道 不管是Facebook 或是一些社群軟體 呃 去做一些 嗯 比較讓社會大眾能夠 有良好的吸收的那個法學上 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idea 可是感覺是蠻出來的 不管是新聞稿也好或什麼 其實總是感覺又真的是比較 跟人民是會有距離的啦 那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有考慮這個東西這樣子 那我也是基本上是順著剛剛的問題 那我想 今天菜法官 不管是在前面的POW POINT 你對自己拋出很多問題 就是問說 對一般人 我們對司法的想像 期待是什麼 那我會比較好奇的是 那對 菜法官這樣 我們一個受過 轉業訓練法會員 你們對自己的工作 的定義是什麼 對自己的情緒是什麼 因為我剛開始 我們講的定義 我今天 法官員有一點說 會不會一般人民覺得法官 應該是 像是保信天 不是太像保信天 那 如果以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實際想想看 在我們生活中 會接觸到的 一些可能是 影集啊 電影之類的東西 其實法官的這個 角色是很 比較穩穩的 我們可以 會有很多是黃牌律師 的做講 黃牌律師講 黃牌檢察官 但好像沒有講黃牌方法 那 我會好奇的是 會不會 因為剛剛 剛剛那一路下一局 我會感覺會不會 你的解決心裡面 有些保證 就是 其實我們人民對 有一些不切實際的 想像 造成說 我們彼此之間的 想法上的一些 落差 謝謝 我做這個講 就是 其實這一場 司法博士會議 他這個 九十幾個議題 這樣一搞下來 那我個人 一個感覺就是 他沒有一個 大的方向 大戰略 他不可能出現 所謂的重大的 結構改革 他只會 變成一種 很多個局部的 微調的 這樣一個 一個 一個 國師會議 那 就是說 那我們拉回來講 就是說 其實 前一陣子的政經抗明師 那個政論節目 一直在聽說 您剛剛提到 那個第三組 司改國師會議 第三組 的那個問題 然後他們 似乎是 迴避掉了所謂 法官的 評鑑的 退場機制 這件事情 他就是 好像感覺上 就是不處理 那場會議的 旅會者 就 這是 某人的指控 就是說 某一個來賓的指控 他說 他們就用了一些技巧 然後回避掉 談這個議題 到最後就去談別人的議題去 你知道嗎 那 剛好 您又提到 所謂 法官的評鑑機制 會不會干擾 所謂這個 審判的獨立性 那 這個事情 我覺得可以這樣去思考 比如說 我們講司法權獨立 我們講是 行政立法司法 好 它是一個權 它一個power 它是獨立運作 可是在個別的法官 他在判案的時候 他不可能不遵守一些規則 一些 不管是法律 或者是一些慣例 他不可能不去遵守 所以他本身 就已經會收到某種程度的制約 所以他的判決一定要遵守某些方向 那現在所謂的司法評鑑制度 我們如果要避免它干擾所謂司法權的獨立性 那應該是設法去探討這個評鑑制度 它到底它的本質是什麼 它如何運作 比如說這個評鑑制度 如果它本身又是掛在行政權 那就有問題 如果掛在立法權 那也有可能會干擾到 又非常會有立法權去 侵害司法權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理論上來講 你要維持司法權獨立 那就是評鑑制度 它還是得要在司法院 或是說類似與司法主權獨立 運作這個相關系統 去獨立成為一個子系統 然後來做一個運作 那在這種情況下 這些評鑑委員它怎麼產生 那當然有討論 但是有一個重點就是 法官在這裡頭 他受到了這個制約 那你說 為外力有沒有可能來干擾 這個評鑑委員 然後再來影響這個法官 這個可能性沒有辦法 永遠去排除掉 但是即使沒有這個評鑑 現有的法官 他們受到的官說 行賄這些事情 否則還是會聽得到 所以並不是說沒有這個評鑑 他就不會受到這些壓力 這些外界的壓力 那這個外界的壓力 當然有可能透過評鑑 施壓評鑑的方式進行 但是如果這個評鑑本身 它的公開公正透明 做得夠好的時候 它反而 我不認為說它會是 讓法官變得不得力 它有可能反而是促進了 保障了這個法官的獨立性 比如說一個法官 他要去 他面臨的某個司法法 他要去做怎麼樣判決的時候 可是它反而可以有這樣的理由說 有個評鑑制度在那邊等著我 我不能照你這個方式去判 它反而有一個很強烈的拒絕理由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評鑑制度可能是有助於法官 他本身的獨立性 那這個最後大概講 就是說這次死感果實會用 其實我看新聞 我當然沒有辦法每一則新聞都看 可是我覺得它裡頭有一個 有一個很 我覺得很黃腔走板的是 它某些議題是通過了 然後就非常少帥就這樣過 除了全一陣子那個總統 要不要任命大法官的問題之外 沒有要提到 那我個人其實對某一個議題 他忽然這樣丟出來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妨礙名譽要不要處罪 這一件事情 他們當然有一些 國外等等都有一些學徒在爭辯 這是另一回事 但是他在司法 司法國司會裡頭 他之前完全沒有被公眾的輿論 注意到說 原來這件議題 是他處理人的其中一個議題 而這個議題一丟出來 事實上剛好影響的小老百姓 是非常劇烈 因為如果我們看 目前社會上這些刑事案件 絕大多數 恐怕非常大的一個數量 就是這種妨害名譽這些案件 然後這些案件當然也是 造成這個訪判工作量過好等等 很大的原因之一 可是這個問題要去解決的話 恐怕不是用處罪話去解決 這個東西背後是非常多的 一個要去探討的部分 那如果有機會再跟法官所請教 那其實我覺得 蔡法官今天講得不錯 就是說你深入請出 就是說可以從 至少對某些不懂法律的人 你有幫助引導到他 讓他 逐漸去深入到 現在面臨到什麼樣的 一個問題的整體 也許沒有想到原本所想的 那麼簡單 我覺得你有把這個複雜性 這個問題給 給呈現出來 謝謝 謝謝 其實這是 你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好的點子 其實隨時都可以提出來 好 那個 那 但是這個好的點子 我不能去壓 但是在做決定之前 其實要深重 妨礙名譽除罪話 也有一點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就是說它是一個好點子 那它也有一些優點 那它但是它是不是經過 周祥的討論跟考慮 恐怕還有待上去 我覺得基本上是這樣 那你剛才說到那個法官評鑑那個 這個就我了解的 我說明一下 法官評鑑制度是在 英國100年法官法施行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個制度了 它不是一個新制度 然後最近在討論的是要 是要改變它 要擴大它的一個 評鑑的功能 這主要是民間司改會在推動 可以上他們的網站 他們有每一年他們都有做這個 法官評鑑的一個檢討跟回顧 那 事實上在這一次 司改回憶第三分組 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票選的法官代表 根本沒有發言的機會 就表決通過了 就是說把那個 本來是只有一些團體 就是律師公會 民間司改會 然後法府也有 然後還有各地方法院也可以 就有一些機關團體 它可以請求法官評鑑 向法民會請求 就是它是一個發動者 一般民眾不可以自己直接發動 那一般民眾不讓民眾自己直接發動 法官的顧慮是說 怕就是 對法官造成的干擾太過大 因為其實法官並不是怕評鑑完之後出死 然後被評定為不好啊 被承接啊 法官怕的不是這個 因為 即使沒有法官評鑑制度 也還有其他的承接制度存在 也有檢察院在 法官怕的是說 或者說 不升級老的 擔心的是說 就一天到晚被拿到 一天到晚寫大便狀啊 那是一種程序上的騷擾啊 那 而且其實 感覺會很不好 會很 會不好這樣子 主要是這樣 那所以 這次施改為止 我是會確實處理的 改變那個 施改 法官評鑑的這件事情 而且報紙上有報導就是說 啊 將來開放任何民眾 任何人 可以 自行向 自行請求法官評鑑 這個有通過 然後 但是我要講 這個是在 票選法官代表 他就這個問題 他本來要發言 但是 主席 區海員沒有讓他發言 然後就表決通過了 隔天的健保 就這樣子 所以 並不是 迴避不討論 然後 再說 怎麼樣 事實上 他就通過了 就這樣子啊 你說不討論也對啦 但是不是那種 扯後扯不討論 而是說 反正就通過就對了 不用討論了這樣子 然後那個 這個 呃 這個程序上其實有問題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呃 那 那 你這部分還有 就其他朋友問你的 你說 對自己的期許是什麼 坦白說我覺得 自己的心路歷程其實是有改變的 我剛分發的時候啊 比較是想著自己成為一個實現公平正義的人 事實上跟檢察官的相關 事實上我一開始在分發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我要當檢察官或當法官那時候 我一開始還想說我去當檢察官 那 但是後來因為考量了很多因素 有些前輩跟我講說 欸 怎樣 他們提供一些建議給我 後來我覺得 告訴我說 進入檢察官體系 可能跟我心裡想的可能會有點落差 可能會失望 可能並不是我想的那樣子 那 可能我的個性 可能在院長會比較適合 那一開始也會覺得說 一開始其實都會比較衝 一開始都會比較衝 也會覺得說 就是 好像要伸張公平正義比較重要 當然其實一直到今天 伸張公平正義它也是重要的 可是慢慢會發現 你太過於想要伸張公平正義的時候 容易產生盲點 那個 大家的角色扮演是不一樣的 法院 我現在我認為說法院 擔任法官應該是扮演一個 更中立更公平的角色 應該是 就是 嗯 我怎麼說 應該像一個 應該是 這個不是我自己發明的話 我從別的地方 我從哪一位 市長或朋友那裡聽來 我已經忘記了 但是 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寫裡面 就是說 當有好的法官 要 蠻容易被騙的 但是又能夠很快的發現被騙 也就是說 今天不管是檢察官 或者是民事的原告 在講的時候 欸 我要相信他講的是真的 但是我聽被告講的時候 我要相信他講的是真的 那經過比對 經過證據的一個核對之後 我很快會發現 喔 反正我在做判決的時候 不要被騙就好了嗎 那一開始是開放的心胸 去 去 接受各種陳述的可能性這樣子 這個是 我對自己的一個認知 或者是 就這個我做這個工作的 對自我的自我認知跟期許 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那 我忘記了還有哪一個問題 喔 媽媽 最後面那一位 對 就是那個司法院 有沒有在做那個 想說做一些臉書 那些 那我據說他們有這樣的計畫 有這樣的計畫 但是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執行出來 嗯 那那個喵馬官法庭日常 那個是 對那個 也算是我們的友軍啦 就是說都是自罰性的 自罰性的 其實自罰性有自罰性的好處啦 自罰性就是說 沒有什麼 也沒什麼包袱 也沒有什麼要代表官方立場 這樣子 那 對 那就是說你剛才講那個 確實是有這樣子的 政策 有人提案 也經過核令 然後也有形成這樣的共識 目前大概在這個階段 那進一步如何去執行跟落實 可能要 可能要等 因為公家機關他做這個 他可能就是編預算 那有些可以辦的活動 可能會先辦 那如果是要編預算 他明年 他就是明年才能做這樣子 OK 謝謝 那還沒有 我們最後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想要提出回應的 有嗎 不要客氣 如果沒有我想要問一個好問題 好 就是我覺得說在體制內的改革 其實是最困難 就是說 作為一個被改革者 然後你想要 要改革自己 這樣是一個最困難的一個狀況 好 那當然 台灣 從我們從過去司法改革的歷史來看 當然一直有 體制內的改革 法官 或者有一些檢察官 他們在尋求自己的一些 體制上的改革 那我想要問看看說 蔡法官你認為說 你現在所觀察到 我們不要談 那麼廣的這個包含檢察官 你就談法官的部分 你在看你的法官圈子 你的這個同事裡面 你覺得 你現在所觀察到的 就是說 我們這樣講 雖然這樣有一點惡分 但是你認為 站在比較改革派的法官 是現在整個法官的 這個氛圍裡面的多數 還是 就是他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 你自己判斷大概有佔多少這樣 如果說改革是改變現狀 不重的話 坦白說不多 但是如果說是 但是我要這樣講 那個 並不是不改革 他就是不好的法官 事實上有很多法官 他很進進業業的在 執行 法律賦予他的使命 所以說 所以說 在 支持 司法與 跟社會多溝通 這個面向 如果這個也算改革的話 那是很多 但這個部分其實不算改變現狀 這部分不算改變狀 因為改革還是想要 尤其是司法內部的改革 那 這有一個結構性的因素 我想也說給大家了解 就是說 因為一個法官 他一進來 一開始是沒有什麼報復的 但是如果說他已經一段時間 任職一段時間 好幾年以後 為什麼前階段的詢話很重要 到後面不容易改 是因為 如果一個法官 他前幾年都是這樣判 他做事情都是這樣處理 然後 突然改變 為何一點 那種金屍酌悲的感覺 所以 如果不是說出很大的 如果不是說 出很大的差錯 通常會一直延續還延續 所以是為什麼司法會傾向於保守 內部改革不容易的原因 所以說如果要涉及到修法 改變制度 這方面的 我想其實確實是 不多 事實上法官通常工作很忙 也很少有多餘的心力 來想這些 大概參加這個 還會來想這些的 大概基本上都差不多瘋了 想像 那 我想應該就是這樣子 再追問一下 那我再追問一下 因為如果按照你這樣講的話 就是說 如果法官不要一開始當法官的時候 一開始就先被詢話 那 可是回過頭啊 因為就回到我剛剛最前面 我說 你不是說鼓勵 基層的法官 可以多 就是 申請示現這些嗎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某種程度是 法官他作為一個 他 在我看法 我認為已經是在當作 做一個反抗者的動作 就是說 你在做 你認為說這些東西是不合適宜的 所以你提出了這樣的一個 不太一樣的意見 那像這樣子 所以我說如果 只是就這樣的一個層面 對我來說 他就是一個改革者 那 如果說他連這樣的動作 都提不出 那可能就是繼續 就像你講的 那我 如果不然今天變得不太一樣 著視金飛了還是什麼 那這樣他是一直順服在這個體系裡面 這樣 這樣感覺就是說 太服從了一點 然後變得比較 會不會讓我們 我不知道 我沒有答案 會不會讓我們司法 比較沒有開創性 對啊 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 關切的問題 是的 那只是說 因為這個保守 它有一個結構性的因素 他們想辦法去瓦解這個結構性的因素 而不是說去指責 這些穩定的多數的法官 我覺得這個沒有意義 它 我們去把那個結構性的因素去把它解開 才是 才是一個正辦 因為 事實上 法律的進步很重要 但是法律的安定性也很重要 這其實是不同價值的衝突 法律的很安定 那才會公平 大家的案子 不同人 同樣的案子到法院都得到類似的處理 這是穩定性嘛 大家說這樣才會公平嘛 可是這樣就保守啊 那如果要創新 就是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所以人民忍受到不一樣 而忍受到什麼程度呢 也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 你多保護了被告的權利 事實上被害人就不滿意了 那多保護了被害人的權 有時候可能對於人權的保障 就會又稍微沒有那麼的那個 那個網子沒有那麼密度又沒有那麼高 常常會這樣子 你說保護債權多一點 他就要保護債務人多一點 其實法官其實常常會在這種 天人交戰或兩岸之中啦 這樣子 那我沒有問題的 想要問大家 如果真的沒有問題 那我要先結束我們今天這一場折舞 沒有嗎?我確認 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折舞先暫時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好不好 那我們再...